网络攻击 网络攻击 DDOS 亦都称洪水攻击 为DOS阻断服务攻击的延伸 DOS 中文译为 阻断服务攻击 即是攻击者造成网站伺服器 充斥大量要求回复的信息 消耗网络频宽或系统资源 导致网络或系统不升负荷 以至于癱瘓而无法提供正常的网络服务 它的目的并非要洩取资料 而是要影响网络运作 导致使用者无法再传取网络资源 而DDOS 中文译为 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 主要利用分散于不同地方的多部电脑主机 发送大量偽造来源地址的网络信息风包 痰瘓受害者所在的网络电脑主机伺服器 使得正常的接通率降到1%以下 导致电脑主机无法服务 DDOS攻击可以具体分成两种形式 频宽消耗型和资源消耗型 它们都是透过向攻击目标的网络电脑主机伺服器 发放大量合法或者偽造的请求 以占用该电脑主机的大量网络和器材资源 达到痰瘓网络以及系统为目的 DDOS 频宽消耗型攻击 是指电脑黑客利用网络上已经被偷窄和控制的一批电脑 向目标主机发出大流量的垃圾讯息 令主机的网络被堵塞 而DDOS 资源消耗型攻击 是指电脑黑客利用网络上已经被偷窄和控制的一批电脑 向目标主机发出大量的服务要求 务求令主机的资源被黑客的程式所完全占用 令到服务中断 DDOS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User Datagram Protocol Floods ICMP Floods Ping of Death Teardrop Attacks SYN Flood Land Attack CC Attack Application Level Floods 等等 目前要完全倒绝DDOS是不可能的 必须根据不同的攻击手法 来做适当的调整 但是仍是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做防范 包括采用高性能的网络设备 充足的网络频宽保证 清级主机硬体设备 和安装专业抗DDOS防火墙等 以维护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